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把前面部分做一个临床练习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讲了整个太阳病的总的体肛 太阳智慧病脉伏 头像降痛的无痕 也讲了它的两个风症 一个是太阳中风的体肛 一个是讲了太阳三行的体肛 接下去又讲了两个桂枝汤的类型 它是属于太阳中风的放愁的 一个是无痕的 一个是有痕的 同时我们也强调了 太阳病在外港发热的时候 是有发热的 那像是素的 在没有外港热病的时候 作为杂病的时候 它是没有发热的 假如没有发热 大家再回顾一下 它的临床的特异性症状 就是最重要的 决定这个桂枝汤症的 那几个症状 第一是怕风 或者怕冷 就是过风过寒 第二个症呢 就是头痛 相部不舒服 头像降痛 还有一个呢 卖相 佛王 佛王呢 我们也可以说是佛而无力 这样的状态 好 我现在讲一个呢 我经验自顾的一个病理 我先把病理叙述给大家 大家就用前面我们的这个思想 叫对一下 是不是可以判断 这个是什么方证 一个姓李的 男 三十五岁 人嘛 比较消瘦 脸色呢 比较白 但是你不是苍白 脸上看去还是比较呢 有滋韵的 有色泽的 这种白 它主要来看呢 是鼻孔筛住三年 椅子就治不好 用西药垫一下嘛 稍微好一点 不低嘛 又是一样 但是长地呢 它又怕 需要的副作用 还有呢 经常会头痛 怕风 同时呢 怕冷 怕风 怕冷呢 比起同年龄的人 很明显很明显 身上呢 没汗 脉相呢 按去是否而无力 整个腹肢的淡力 从上到下 中度 腹部的皮肤 抹去呢 也不特别干燥 所以你说 这个病人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考虑呢 应该怎么处方呢 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的姿色 怎么样去把握 这样一个病人的方症呢 首先 从他的年龄 是一个中青年人 这个也重要 老人那种偏于虚 中青年人比较好一点 销售 他提示 有一种 偏于虚的状态 脸色白 脂蕴的话呢 他一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所以他一定是虚症的这种情况 脉相 佛脉 脉相假如是佛的话 在一般情况下 他不是属于虚症 虚症他就会脉相沉下来 但是他的脉是无力的 脉王就是无力的呢 水栏不是虚症 但是在太阳病这个阶段呢 相比较他虚一点 腹部的整个淡力 我们抹去 它是中度淡力 说明他不是虚症 好了 这个病人第一步 我们就排除了 他是一个虚的症 不过 在失症里面 在太阳病里面 看看是太阳病啊 到底是阳明病啊 是少阳病呢 我们再去看看 他现在有怕风 怕冷 怕冷特别明显 那像有佛 这个基本上就可以 应该定为是太阳的病 那太阳病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无汗的麻黄汤症 一种是有汗的贵子汤症 那他这个无汗 我们是不是就一定是定位 是太阳三汗呢 麻黄汤症呢 我们根据皮肤的滋韵的程度 还可以进一步 看他这个有汗无汗 他皮肤不干 不干但是也不滋韵 也不特别摸到有汗 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呢 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所以我们这个判断啊 就带来了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那怎么重新判断呢 他又无汗 皮肤又不特别干 那在太阳病里面 那两种类型 偏向于哪一种呢 这个脉象 无利 在这里就起了一定的作用 那脉象无利 即使无汗 也应该偏于贵子汤症 因为我们讲 贵子汤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有汗 一种无汗 但是他们的脉象 都是否而无利 经过这样一个判断 我们就可以说 它是贵子汤症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 贵子汤症呢 不行啊不丰啊是有 但是他这里强调 特别容易 感冒 所谓风吹吹就感到非常怕冷 这个就等于怕冷这个方面啊 比起其他来有厉害 那我们该用什么方呢 贵子汤是要用的 特别怕冷 假如它是一种实证 就不是贵子汤症 假如是一种麻黄汤症啊 隔根汤症啊 它那个很怕冷也有 它一般卖象是有利的 它呢卖象无利 人的销售 所以我们这样一来呢 就指向 这个病人呢 他应该是贵子汤症 但是这么怕冷呢 我们要加上 黄芹 这就变成贵子加黄芹糖 我们当时就这样给他 用方 先给他吃七天 七天以后 他那种呢 特别怕冷的情况 他说自己明显的减少 本来好像风吹吹啊 他就感到很冷 就马上穿着衣服 要比别人多一点点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了 但是鼻孔还是晒住的 症状其他都一样 就是吃了以后 汗也没有出 吃了这个方子 他也没有出汗 就是觉得呢 怕冷的情况 过汗的情况 比起以前好一点 那我们接下去 给他什么方呢 我们就给他 桂枝汤 加上圈虫 十五克 脊梗 十克 圈虫 脊梗 两粒药 这个药激症 我们主要是 针对鼻孔晒住 头痛 这个症状 所以这个症状呢 我们后面第二个处方呢 就是桂枝 加脊梗 圈虫汤 就是桂枝汤 加上 十克的脊梗 吃五克的圈虫 再给他吃 这个吃下去 给他吃个七天以后 他觉得呢 怕冷的情况 比以前更加明显的减少 甚至呢 可以说不明显了 头痛呢 也有好转 鼻孔呢 也觉得有点通了 同时呢 感到自己呢 身上都有点暖服起来 觉得自己好像 有点汗的样子 好 我们就觉得 这个是对症了 以后给他呢 就吃三天 停两天 吃三天 停两天 给他吃一个月 一个月以后 基本症状消失了 所以讲呢 通过这个病例 给大家练习的是什么呢 主要要判断 这个病人没有发热 没有发热 我们根据太阳的提纲症 太阳之位病 迈否投向降通热 我喊 他也没有发热 所以还是判断于太阳病 所以这个呢 我们是第一个 没有发热 太阳病 也可以用贵脂糖 第二 他无汗 无汗 只要脉象是佛而无力的 体能是比较差的 你看他比较消瘦 这个也算是体能比较差 很长时间这个病 恢复不起来 也算是比较差 扶持中度 不是体能特别差 说明他 是不是一个虚的症 但是在这个 死的症里面 在太阳病里面 比起来他 又出于偏虚一点 这个脉象 佛而无力呢 脉象就非常重要 因为他无汗 所以我们还是判断 贵子汤症 你把这个情况 刚才讲的这几点 把这个病例 或者用方 你想来想去 想来想清楚了 这几个概念 就会叙利起来 所以这个病例啊 非常重要 大家回去还要慢慢地 对照 想 还有提出什么问题 都可以提出来 好像觉得哪里不好理解呢 跟前面条文解释 有什么不对的 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 接下去呢 我们要讲 两类药的 药基症 整个上半论里面 出现很多呢 一个方子里面 它是由两类药 两类药 组成的 这样药对 我们叫做药基症 这个药基症是组成整个 上半论方症的 一个重要的 一个基础部分 药基症呢 再分解一下 就是由一个一个药 药症组成 药症这个概念 我们在中国 整个呢 中医学上 就是上行金柜里面 它也没有明确的基础 这个是药症 上行的一般的用药 地带 我们都是用 神龙奔草经 奔草钢末 这种呢 后世的药物学 去解释 其实呢 不一定就很好 因为上行论里面 没有讲 这个药起什么作用 别人呢 只能够会用 别的书去解释它 这样一来呢 就一直存在着 对药物认识的偏差 所以讲呢 这个药症的明确的提出呢 日本的基宁栋 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他写了一本书 就叫做药症 把上行金柜的整形 每一个药 他应该组织的目标 写出来 而我们的药呢 药物的书呢 都是讲药性 首先讲四七五味 再讲龟金 讲圣将佛城 这一类 阴阳五行 这一类的内容啊 混扰在整个药物的认识里面 其中也有经验 但是更多的 讲的东西呢 就是比较模糊 而东东的这个药症 提出以后啊 他就呢 是这个 三行论里面的药症用药啊 就比较明确 当然 他是三百年前的人了 他在当时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呢 先行者 已经非常了不起 但并不是说 他药症讲的都那么准确 认为事情呢 总是一步一步的 他是一个开创者 这个开创者呢 给整个上海论的研究啊 就奠定了一个基础 有关药症的书 我们假如今后要读的话呢 有这样几本 最重要的 是记忆东东的 药症 他这个症字呢 写出这个症 意思一样的 用这个药 应该有什么征兆 应该有什么证据 就这样的意思 黄黄老师呢 张忠锦五十位药症 也就是在他的基础上 补充了他的不足 在分类方面 更为科学 使用呢 我们就更为清楚 米苔荣堂的 宗教药症 他是记忆东东 一百年以后 一个学者 他非常胜奉 记忆东东的学说 同时对药症呢 就是在临床 四年以后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不够的 争取了补充 所以说 从教 还有呢 清朝周术的 本经书证 他已经大量的提到了 一些药症的现象 周延的 本草 诗变落 也非常好 所以 作为一个进一步学习的话呢 可以参考 这些说 在用药里面 药对症 药症 以后是方症 这样是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一个阶梯 我们说 其中 非常重要的 是药对症 但是药对症呢 之前 我们也要稍微讲一下 药的症 每个药 使用的时候 使用的这个对象 它使用的时候 你为什么用这个药啊 它的根据 所以我们说药呢 是药症 首先讲 就是甘草 甘草 在整个惠枝汤里面 它排的位置 是第三位 我们为什么 要提前 把它讲呢 这是因为甘草呢 它具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 作用和地位 甘草的发现呢 可能是很早了 它有味道的甜 所有重要地方 基本上都有点苦 但是甘草 却却例外 甜的味道呢 作为一个食品 也可以吃 所以那个时候 没有糖果的那个年代 你看小孩子 就很喜欢吃甘草 一直到我这个年代 我读小学 四年级的时候 从乡下到了温州 也跟着温州的孩子 一起到药店里面 去买甘草 当糖果吃 当时呢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就等于 现在一分钱了 一分钱就买了 几段甘草 放在口袋里 感到很有味道 经常去买 同学们也去买 我跟着 乡下孩子反而不知道 因为乡下没有药店 城市里的孩子 温州也算是一个 中等城市了 孩子那个时候 还吃甘草当糖果 你再推到古代 那个年代 没有糖果 这些东西的时候 小孩子吃甘草 是很经常的 吃的过程中 就发现 它味道很甜 同时呢 吃了以后 后来人们发现 对有些毛病 也有好处 好像孩子很会哭 脾气很燥 吃了以后好一点 有时候肚子痛 吃了以后也好一点 所以人们知道 这个不单是好吃 还是个药 但是呢 吃多了以后 假如吃很多很多 那也会出毛病 它会否种 所以人们从这个其中呢 就领悟到 我们一味药 一味药 我们都知道了 好像当时 知道了死味药 在那个原始时代 假如知道死味药的作用 也非常了不起来 那死味药呢 好是好 但是总是苦啊 辣啊 假如是不是把这个梅 好像我们看去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的 但是味道又甜的 把它合在一起吃呢 所以三行论里面的这个药对 也就是说两类药的配对呢 并不是在理论上觉得应该配起来好 而是呢 觉得容易 这个甜一点容易过口 因为人类的本能啊 就是呢 喜欢甜的 讨厌苦的 所以当原始的人认识到 这个甘草那么甜 那这个药又有用的 那是不是把它 放在一起吃呢 好 我们看去是一种 为了好吃一点的 交味上的一个作用呢 其实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就由一味药 变成了两味药 两味药 我们就叫做药激症了 所以甘草 就是配到其他药里吃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药 所以呢 后来呢 就把那几种最常用最常用的药 就跟甘草配起来 当时可能最常用的药呢 就是好像我们前面讲的桂枝 那就桂枝和甘草一起吃 诶 吃下去以后呢 发觉呢 这个味道不怎么辣了 同时吃的过程中呢 桂枝他已经知道 这一味药 治疗 汗粗心剂 吃下去以后呢 诶 这个汗粗心剂也更好了 更加稳定了 比以前单独的吃桂枝还好一点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呢 又好吃 又效果好 那无略不为呢 所以就用了 少药也一样 少药有点酸酸的味道 但是这个甜的东西 给它配在一起呢 诶 感到好吃 同时呢 当时知道好像少药是止痛的 能够治疗疼痛 腹痛啊 脚上 抽筋啊 加上甘草一会 这个就更加好了 还有甘姜 也加上甘草 也好吃 本来辣的 不怎么辣了 麻黄也加上甘草 就甘草麻黄糖 大黄也加上甘草 本来大黄我们已经通过大量的生活上的一种 吃了这个大黄 群居了 几十个人都腹泻 就发现这个药会腹泻 但是有的人腹泻了以后 原来的病就好了 人们知道 哦 它水浪 不能够大家多吃 但是对有的人就吃下去吃药 特别是那种腹痛腹脏 大便拉不去的人 吃了它 就是一个药 但是单独给它吃的时候 有时候腹泻就止不住 或者拉了以后肛门很痛 为了好吃 加上甘草以后 变成了大黄甘草糖的时候 它大便水浪 它能够达到腹泻 但是腹泻不至于无动 另外肛门不会那么痛 就自然而然的 就把它作为同时使用的 本来是单独的一粒药 就变成两粒药了 两粒药以后就稳定下来 就变成一个方 大黄甘草糖 同时一塌为基础 再进一步发展为 煮方更加多的 三味药 四味药 五味药 这样组成了 还有肌梗 大家知道对婴疼痛 咳嗽是有效的 但是吃多了以后 反而有时候感到舍口 加上甘草这个甜的东西 比起原来单独吃的话 更加有效果 同时又好吃 所以肌梗甘草糖就出来了 所以这些方式 到现在我们在宋本里面 都可以看到 这些最基础最基础的方式 几千年来都保留着 主要是因为这个方式 还吃起用 这些在最早最早的时候 可能就是最早期的 一批治病的药方 它只有两粒药 所以我们认识到甘草的作用以后 我们要更加明确 大宗境界 他把甘草当作核心的药 展开讨讨论 在他写的一本书 叫《汉方的特质》这本书里面 他就把贵枝甘草汤 少药甘草汤 甘草甘姜汤 其梗汤 甘草麻黄汤 大黄甘草汤 都把它解读成为 甘草所派生出来的方式 这些方式不是普通方式 是核心的又核心的方式 最重要的方式 其他方式都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他认为甘草的作用 在主方方面作用是非常重大 远天玉政 他写的《上寒论》这一发局 他更加进一步证实了甘草的作用 他通过大量的论证 举例 比较 他得出一个结论 甘草参与到《上寒论》的主方 是金方医学 这个要方形成的第一原则 他提出 《上寒论》里面那么多方形成 形成形成 离不开甘草的川芋 没有甘草 这些方的主方就不可能 所以他认为 要主方首先讨论甘草的位置 所以说甘草是《上寒论》的第一原则 你看现在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一系都是甘草所作成的核心方机 刚才讲的这一系 还有芝母甘草基 石膏甘草基 黄青甘草基 财富甘草基 芝芝甘草基 这些都非常重要 福林甘草基 有这一系再展开 几乎都可以看到 整个上寒论的全貌了 所有方计都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 所以可见甘草在主方方面的重要性 再说甘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会讲到整个上寒论 它最重要的就是 存经验有关水的代谢问题 所以呢 甘草有缩水的作用 这个缩水作用呢 古人最早就发现了 前面讲到甘草吃多了 就会腐肿 古人对腐肿的概念是什么 他把水储存起来了 甘草能够把水储存起来 水然它会形成病 但是相反的有的人大量的水 双湿的时候 吐 很多水出去了 汗出汗太多了 腐肿也太多了 止不住 那怎么样啊 你甘草它会把水储存起来 那就吃甘草 人们就产生这种非常扑术的一种概念 他从甘草吃多了会腐肿呢 就想到甘草去对一种 发汗过多 腐肿也过多 小便过多的人呢 使用甘草 使它不要那么厉害的把水排掉 那就是保增液了 这个作用就非常重要 我们讲整个上海论就是保增液 那甘草本身能够防发汗 防吐 防蟹 防沥水 那就是能够保增液了 所以讲呢 甘草在水的方面 起这样作用 那这个作用再分开来 它假如甘草 跟桂枝啊 麻黄啊 大黄啊 这些药假如能够配合 你说会起什么作用呢 大黄 卸下 卸下就是排水 甘草保水 那这样不是相反吗 对 就是急抗 急抗了以后 大家想想 就会是它排水的时候呢 不会乱排 不会排得太多 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这个急抗作用就非常重要 就好像一个机器 它有发动机 想先开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 但是假如没有刹车 那这个车子肯定会出事情 这个刹车 和那个发动机啊 这个组成的关系啊 就是急抗关系 没有刹车 等于这个汽车是废车 所以这个急抗关系 对于贵枝麻黄大黄呢 所起的作用 是非常的重大 假如没有它的配合 那你发汗会固度 那你卸下也会固度 等等 还有呢 它和干姜 少药 它起的作用呢 是怎么呢 它会卸同作用 干姜 它是缩水 它是反对 出汗 反对 吐 反对 蟹 这样的作用 干草放进去以后呢 它也反对吐 反对蟹 也反对出汗 那怎么样呢 那就会强强联合 烧药也一样 也是缩水的 就能够呢 使你的吐减少 腹蟹减少 出汗减少 所以我们的方里面 贵枝烧药配合 贵枝 它能够起一种 解表的作用 而呢 烧药呢 它是受炼的作用 两者一动一进 起一种 也是急抗作用 就会是这个方子呢 就达到呢 既发汗 又能够调整人体的体能 也能够治疗 治汗 这样的作用 而干草和少药配合呢 就起系统作用 像这样系统作用呢 就奠定了 我们三阴病 需要 输水的 这个作用 三阴病我们讲的 应该用补水的办法 除水的办法 除水呢 就是一个防止它 现场还在流失的 一个呢 是功能不足 一个是体液不足 这些 干草干姜汤 少药干草汤 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所以呢 我们讲了干草的话 就把干草的 它的主方作用 以及和其他药物 取得协同作用 以及它的呢 急抗作用呢 在主方上呢 最核心东西都已经体现出来了 干草自己呢 日本汉汉研究的基谷呢 它储存 血管内的 这个水分 它反吐 反泄 反发汗 这样就借记地 保持了 肾状的血流 因为你假如 这个出现了大量的湿水的话 有效吸引量流逝的话呢 经过肾状的血流 肯定会减少 减少的话 它就会消灭煤了 这样它有了 干草对于一种虚症的话呢 它反而会起一种 利尿的作用 对于已经在发汗的人呢 它就会 是你的发汗不要那么厉害 是你穴下不要那么厉害 是你利水不要那么厉害 对于已经失水的人 它反而可以增加血 有效吸引量 使整个经过肾状的血流 增多而产生了 利尿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样去认识干草呢 对这个问题要认识清楚了 以后 我们看到这个方里边的干草的时候 你就会从这个方面去考虑问题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